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并且这样的人生活才会越来越发达 那今天呢 约翰就想和大家分享 鬼谷子说的四字 主持标准 每一个字呢都代表了一个准则 那希望视频面前的大家能够越来越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字 安的意思呢是安定 稳重的意思 就是说做事情最忌讳的呢 就是不安定 一会儿一个养 果然讲究安神养生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让我们做到绝对的安静 那人只有控制了自己的心许 控制得住脾性 才可以做事的时候 不会失去方存 再来说一下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是徐 这里的徐呢是缓慢的意思 是一种慢生活的表现 在生活中呢 大家肯定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越是在着急的时候 越办不好事 古语说 欲速则不达 见小力则大事不成 做事情一味的求速度 往往就会吻末倒置 有了速度 没有成效 所以说呢 越是紧张的时候啊 越要吻下来 一步一个脚印 咱们慢慢来 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字 第三个字是正 那正呢 就是说的为人之道 要知道有所为 要知道有所不为 那这样呢 才可以有很大的发展 古语说 处事方圆 外圆内方不可逆致 做人呢 要懂得圆滑 该硬气的时候啊 就得硬气起来 刚柔并济 才是处事的王道 否则的话 太过于软弱 就会被人欺负 太过于严厉 那会让人不敢靠近 再来说一下第四个字 第四个字是静 古人讲究宁静致远 诸葛亮在教育儿子的时候 也说过 非宁静无以致远 可以见得 静对一个人呢 是特别有帮助的 那这里的静呢 不光是不说话 保持声音安静 那么简单了 它更多的就是 心态上的平静 寡言少语 会给自己啊 会带来一些 不必的过失 心态平静呢 也会让自己走得更远 安徐正静 那这看似 不大编的四个字 却是古今圣贤的人生法则 做事情呢 要安定 做人呢 要宁静 处事要方整 而过日子呢 要缓慢 如此的话 就是一个啊 好生活的开始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转发 收藏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